爆料啟智大仔, 滅勒惡集, 狂操腹肌 早年, 料啟智在電影圈中范范沉沉 直至09年, 憑著電影證人奪得金順獎最佳男配角 事業才隨之上揚 不過, 在家庭生活上, 自縮及不堪回首 他和陳敏兒結婚後, 肉有三子 可惜第三子文樂, 在06年不幸患上血癌去世 夫妻陷入哀痛境地 而當一家人走出陰霾之後 年前再爆出, 大仔文節有易復癖 更在不同的社交網站上 將貼多張留長頭髮和化妝的照片 更寫到想做一個女人 令到深陰的智叔無奈地說 這個世界無可逼 據好又透露, 文字自知玩出火 眼見父母對自己的行徑如此痛心 於是就決定走回正軌, 並努力做人 智叔亦曾經表示, 文字已經就事件向他道歉 本刊發現, 近年22世的文字 滅了易復癖之後 最近積極操腹自己 每天做健身狂操六角腹肌 更將鍛鍊後的成果自拍放上社交網 同時, 形象亦不再標其立異 變分黑色頭髮 其實, 一直沉醉日本冰山的他 本身充滿音樂細胞 如果肯再跟隨智叔學器的話 將來加入魚圈, 一定可以清出於藍 無奈地說, 這個世界不能逼 據好友透露, 文字自知玩出火 眼見父母對自己的行徑如此痛心 於是就決定走回正軌, 並努力做人 智叔亦曾經表示, 文字已經就事件向他道歉 本刊發現, 近年22世的文字 本刊發現, 年輕鬆鬆腹肌 最近積極操練自己 每天做健身狂操六角腹肌 更將鍛鍊後的成果自拍放上社交網 至隨之上揚 不過, 在家庭生活上 智叔卻不堪回首 他跟陳敏儀結婚之後 欲有三子 可惜第三子文樂 在06年不幸患上血癌去世 夫妻陷入哀痛境地 爆了啟智大仔 滅掉惡習狂操腹肌 早年, 廖啟智在電影圈中茫茫沉沉 直至09年, 憑著電影證人 奪得金像獎最佳男配角 事業師 而當一家人走出陰霾之後 年前再爆出, 大仔文節有易復癖 更在不同的社交網站上 將貼多張留長頭髮和化妝的照片 更寫到想做一個女人 令到深陰的智叔